翻例,转换成什么?成语 那成语的话,我这简单一个翻例 这个应该你们改一下资料应该蛮多类似的 那里面的话,不外乎就是一个成语 然后一个解释 一个例句 那不过我们不要放那么多好了 我们就放成语跟解释好了,两个 这个例句的话,我不要放了 因为我们才,版型才放两个 我们先放两个就好了 除非你把那个版型改一下 改三个 要不然的话就是说第三个 可以当它点击的时候 跳出一个RM Dialog 或者跳出一个TOS 就是当它点击再跳出来 有点像详细的页面 OK,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你们自己再改写 那第一个,我们这个资料 假设你今天有一个资料 那这个资料的比数还蛮多的话 你要放哪里比较好 其实我讲过最好的方法 当然就是不外乎 你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的SWINs里面 那不过你会发现这个SWINs里面 怎么怎么来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等一下你们可以先把那个 这个SQLite这个专案 把它复制贴上来 然后后面我把它改一下 加一个底线 加一个这个ProVolp 这个就是成语的那个英文 然后叫谚语 OK,然后呢 我们再来就是开启这个 里面的这个SWIN SWIN里面的话呢 请各位加一个就是成语的名称 那我这边的话呢 就在这边加一个 Add的一个什么 Add的一个这个SWIN Array 那SWIN Array的话呢 名称我给它取叫做 叫做Probe Probe 这个里面的话呢 就放很多Item 这个Item里面的话就是一个一个 那问题这个地方怎么转 其实很简单嘛 我其实把那个 其实这个也是利用像Word 或者像Israel把它转出 记得用Israel来做 就是先把它转到Israel里面 左边右边各增加两栏 两栏里面的话 第一栏就是这个 第二栏就是有斜线的 然后最后的话呢 把它转过来之后 就是把它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它就会有一个完整的资料 所以成语 所以这边成语 那第二个的话呢 是第二个SWIN 第二个SWIN Array的话是这个 就是那个什么 里面的解释 那解释的话 我简称叫Chain好了 这个里面的话一样 对应的话 就是这个是解释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 就对应到第一个 第二个对应到第二个 那这样的话就有所有的东西 里面一千多笔 我知道如果说今天 要你们全部重新 来做过一遍的话 当然也OK啦 只是说 恐怕我想到下课以前 应该你们都还没做完 做法很简单嘛 你就点下去 然后怎样把它下载下来 它是一个TST 对不对 TST的话呢 那这个怎么转 其实我的习惯是这样 Ctrl C 然后会用什么 用Word来转 转成表格 这个用Word转成表格 不知道各位会不会 就是在Word里面有一个功能 就是文字转表格 然后文字转表格之后的话 留下前两栏 其他的不要 把它贴上 这个我想 其实Word里面有个全选 贴上做全选 里面的话呢 在插入里面会有个表格 表格里面的话有个叫做文字转表格 文字转表格里面的话因为它有四栏 所以给它四栏 然后按确定 用段落嘛 这样的话呢 马上就转成表格了 转成表格之后的话呢 我只要的是前两栏 所以后面两栏我不要 这方转出来有错 12345 不对应该是五栏才对 多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改一下 插入一样是这个 然后这边改五栏 那怎么判断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一个段落 两个段落 三个 四个 五个 所以这边给五 段落分格在哪里 段 就是什么段落的地方 按确定 这样的话就会五个栏位 那我们只需要什么 前面两个 所以把后面三个给删掉 然后呢 再把前面的两个 call到哪里 call到Excel里面 Excel里面呢 你再加一个头 再加一个尾 它再贴过去就好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有这个资料了 有这个资料之后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再放到这个里面 第一个就是已经放过来了 第二的话呢 当然前面前端的那个画面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在那个layout的地方 layout里面的话 我们大概布局 顶多就是跟前面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前面的拿来用 那我因为我这边担心关键字要输入的时候会有个问题 这边本来好像不叫关键字吧 叫编号吧 我把它改成关键字 那因为在我们模拟器里面要输入中文有点困难 所以我给他一个预设置 比如说假设预设输入一个龙 按一下查询至少不用再打一个中文 因为模拟器里面打中文会有问题 那我们要查比如说哪一个成语里面只要有出现龙这个字的话 帮我查出来 其实做完的话 类似这样 比如按一个龙 按查询 他就会帮我把有龙的这个中间有龙的这个字的那个关键字呢 显示在这里面 显示在这里面 模拟器有点怪怪的 ok 那这个地方就有龙的部分 还有个查询全部 好这个部分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把资料 那我刚刚已经把那个 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资料把它贴在那个程式码里面 然后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在这里 你们等一下可以把Stream下面这边 记得就是说 这边应该可以全部贴吧 贴到你的那个Stream里面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那个Stream里面的资料 再引用到我们的程式里面 如何把这个东西 insert到 table里面 ok 等一下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放在Stream里面了 然后呢 再来的话 我是把它分两个档案 分开来 然后 第二个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可以把 这个这个 界面部分的话稍微修改一下里面的话大概就是 关键字里面 因为担心那个 到时候 没法输入 所以直接打一个龙 所以在这边test里面 打一个龙 ok 那其他的话应该没什么变化 再来的话就是说我要怎么样读取 特别注意 如果说我要把那个资料 从Streams里面读到哪里的读到database里面这个前面好像都没改 我一样这边有一个ID 一样这个都一样只是说我把 第二个栏位 改成这个名称 我们本来好像叫什么 叫 叫那个name 这个 第三个好像叫price 把它改一下 两个都是用test 用文字 或者你可以用varcha varcha也可以 就是说那个 就是两个格是用test或varcha 然后 所以会多也是一样三个栏位 id 就编号 自动帧号 然后 成语 解释 ok 接下来的话呢 要怎么样从那个什么 从Streams里面 读到资料库 特别注意 关键在这里 这个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我们宣告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我宣告一个什么 自创的 正列 叫这个 正列 那做什么呢 就是把 我们的 自创资源档里面的东西 读到哪里呢 读到这个自创正列里面 那怎么读 特别重要 这好像前面有讲过 用一个叫做 get resource 的方法 有没有 然后里面会有个叫什么 get shrimarray 把这个array 有没有 给它 它就会帮我把 所有的东西 通通 读到这个正列 里面大概 有一千多个 成语吧 有没有 就是从那个 自创资源档里面 读到正列里面 OK 这个方法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 你不懂这个方法的话 你资料 恐怕要放别的地方 恐怕放哪里 好像都不是 很好的方案 因为这个方法 我可以 可能觉得是 应该目前是 比较好的一个选项 那第2个的话呢 有没有 第2个是 也是一样 把这个 解释 读到第2个正列 有没有 这个也是一个正列 这个 也是一个 字串正列 好 这个时候 就是会从那个 字串随便档里面 读到正列 第1步了 对不对 这个是第1个不一样 第2个不一样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4笔资料 会新增 对不对 建立一个database 然后执行 新建那个 SQL的语法 新建那个 Table的语法 然后建了三个栏位 那怎么insert呢 特别之后 本来这边有什么 4行 是insert into 什么 有没有 有4个资料 那因为我的资料 现在是放在正列里面 所以呢 我必须用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 就会 主笔的 帮我把正列里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的 塞到 资料库里面去 那如果将来 你有大量的资料的话 一定要跑回圈嘛 没有人说 写1000多笔 insert into insert into 那真的 不ok吧 那如果你写回圈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第1个 4 4回圈应该知道 然后呢 这个i的值从0开始 然后一直到哪里呢 当我的 这个值 i的值 小于 正列的总长度 那因为我们是从正列0开始 所以 一直 然后加加 这应该没问题啦 这个只是一个把正列里面的东西读出来 再来的话呢 这个db 资料库 isqsql 执行sql语法 丢给那个sqlite去执行 insert into table 那后面的话呢 有没有 就是把 我们所取得的这个 这个是栏位名称 这两个 第一个栏位是自动 帧号 所以不用 Values 主要是这个 Values 取什么呢 这应该 第0个 就把第1笔 这边也是第0个 新增进去 新增进去 有没有 所以在这里的话 他就组笔组笔组笔 全部都 抠进去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有大量资料 反正 你就改一下这里 像 回去可以试试看 全民音简 还有印象吗 反正全民音简 好像我印象中在 ListServeView的第2个范例里面 有没有 有个那个 全民音简的那个 中音 对不对 跟这个很像嘛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中音 也是一样嘛 中音对照的App 而且是把全民音简的 资料放在资料库里面 那你可以怎么点击它 也可以跳出那个 其他 反正就是这个地方 大概可以改一下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是第2个不一样 上面那个单引号 双引号 这个吗 特别重要 这个单引号 一定要放在 双引号的里面 这个单引号指的就是说 如果你要 Insert into 到那个 就是 那个那个里面的话 如果你是文字 文字 一定要单引号 那为什么你 你想说为什么不要是双引号 文字不是 因为 双引号被用掉了 所以Seql 一样的规则 反正只要是文字 一定要用单引号 但是如果是数字的话 就不用单引号 你的问题应该是这个 特别重要 所以 这个指的是 有没有 头尾 我把它mark起来 这个是指的是 这个阵列里面的 前后一定会多一个 单引号 这个单引号指的就是说 我要放 Insert into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所以前后一定要 单引号把它夹住 那个加为什么在串 对串接啊 串接啊 以前的串接加不是 主力的吗 没有它是这个东西 串的话这个串是 这个串它 所以它跟它串 有没有 它这个地方跟这个串 所以这个end是这两个串 这个串是这个跟后面的这个串 一直串串串串到这边 有没有 应该看得懂吧 这个最容易出错啦 当然 如果你功力够的话 一看就知道 但是 可能这部分你要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说真的啦 无论你是说在 VB C-sharp 或者是 PHP 里面 都长 GV模一样 都用 只要跟资料库沟通啦 一定都是用 Seql语法 一定也是用Insert into 不会有别的东西啦 所以 Seql是所有资料库的共通语言 所以 只是差别是那个语法 不同的语言啊 有串接的不同的方法 但是 一样的 如果你 那个资料要新增进去 如果是文字 一定前后要单引号 这个规则是不会变的 如果是 那个 整数 或者浮点的 就没有单引号 OK 特别注意 所以这个单引 这个前后有单引号 OK 有没有 我把mark的前后 就是加的 把这个正列东西加进来 然后再包一个单引号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其他都一样 我看一下 这边 取得正列里面 然后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的话 其他应该都没有 他再来就是最后 我要按一下什么 龙的时候按下去 他要能够把 龙的 有没有 龙的关键字哦 那这个时候不是说 我今天查龙 有龙 它是有龙的 关键字 所以 就不是 整个栏位的比对 而是 整个栏位里面 只要有出现龙这个字 就要出现 这里的话就必须 用到一个叫 关键字的查询 就万用字元 前 后 都要放 万用字元 那怎么查 特别说这个地方的关键在这里 在 GET那个地方的查询 就是GET 有单笔 有没有单笔是GET 关键字在哪里呢 请注意看一下 会有 这个地方 刚刚是ID 对不对 现在是这个 like 有没有看到 关键字like 前后的什么呢 万用字元 所以 特别注意 栏位名称 那因为是文字 所以用like 因为前后 都要万用字元 所以给什么 百分比 特别注意 万用字元在 Seqlite里面呢 是百分比 那有一些 像SS是用STAR Seql Server也是用百分比 Oracle也用百分比 反正这个百分比 意思就是说 无论 前面是什么 无论 后面是什么 反正中间只要龙这个字出现 你就帮我把它显示出来 OK 所以大概 比较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要查的 不是乘语这个栏位 而是 查什么 查解释那个栏位的话 那你只要把栏位名称改一下 查出来 就不是这边的 而是第二栏 看你要查哪一栏 反正就是会有 直居后面 这个地方 其实 无论是Seqlite 或其他都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 没有不同 只要是Seql 它都是相通的 应该 没有问题吧 第三个不同 其他都一样 没有不一样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 再试试看 那我也把那个 最后的 完成的 Source 也把它贴上去 我这一题好像比较长一点 那几个地方不同 所以 请各位再把它稍微在 再练习过 所以几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 第1个是Get 所以这个地方 我看就把它这个地方 加字加大一点点好了 10号字 就这个地方 第1个 第2个的话 就是这个回圈 这个回圈 这个也是第2个不一样 至少加大一点好了 颜色把它改成红色 那第3个不一样的话 就是在 GET 的 这一个 这个地方 就是like 这边 这个 其实主要是这个 会有这一个 会有这边 百分比 这个是最大的不一样 各位再找一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 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主要 这一题 成语的这个范例 跟前一题 最大不一样是 如果你资料 是 希望第一次 initialize 启动的时候 就把你的 一些资料 像你要查的 如果你以后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查询系统 有没有 这个 这个范例其实就可以用上了 就知道改哪些 第一个 就是把 那个什么 资料 你可以 放在那个 Srim支援档里面 但是也不能放太多 不然的话 启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会 大概会卡个好几秒钟 摩尼器我发现 好像比较慢一点 手机好像比较快 不过也要启动的时候 要等个几秒钟 不过这边的话 当然 比较好一点是 最好是启动的时候要显示那个状态列 比如说 最好是让使用者知道说你现在 low到第几笔的 不然的话 他可能会觉得 奇怪你的app是不是 荡掉了 不过这个恐怕你要额外在写那个 看什么什么 一个plus bar 有没有 就是让他有一个 进度列 那这个要额外写 对 就是要把咨询讯先交出去 让他在背后跑 会有一个low 反正看你要旋转的 还是用那个 有没有 一个那个 跑百分比多少的那个 那个以前我 好像有交过类似的范例 那个是执行序的部分 好像在后面的范例有 多执行序的 就是 比如说你现在low资料 那会让使用者等很久的时候 你就要另外再起一个 执行序 然后呢 让后面的继续跑 可是前面的 也做工 就是让使用者知道你现在 正在 正在下载资料 否则会 不然使用者会觉得说 你这个App是不是 荡掉了 OK 所以这个多执行序的部分 好像在第19章节 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 自己稍微看一下 OK 那 这个是 从 Swing 里面 然后利用那个 GET 那个GET Resource 那个部分 然后GET 那个array Swing 就把资料 low过来 再来的话 就是查询 所以这个大概一个简单的查询 系统就可以建立起来 大概就 几行 所以你的流程 我已经把完整的程式都call上去了 各位试试看 其他当然还有大量的资料 你们可以从开放资料里面找到 像那个什么 其实最热门的 像 实价登录 其实也可以做一个 实价登录查询系统 这个就 那当然你可以下拉清单 比如说你下拉 哪一个线市 比如21个线市 然后点击进去的话 哪一区 哪一区之后的话 再让它key一个关键字 马上显示出来 这一区里面的一个 就是大概会有 其实这些资料网络上都找得到 只是因为今天那个政府资料里面 今天没有上班 所以 你们等礼拜一 你查 开放资料 然后呢 政府里面的 第一名 最热门的 就是实价登录 如果说你有要买房子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 当然如果说你要 要做成一个App 其实也可以这样做 我建议其实蛮多的 这个范例 蛮 蛮好用的 身边要查的东西还蛮多的 那个融资 对 那你那个 代售 我建议